首次接受乔友会与外交部邀请 前往七个国家进行城市巡演的 非洲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在圣河西的金宝市进行赴美的首场演出 而当天一共有八百位乔包贵宾出席观赏 院童们文武双全 不仅演唱了多首国台语歌曲 还演出了舞台剧 而他们流利的中文也让在场乔包非常感动 非洲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在圣河西金宝市进行赴美首场演出 包括驻旧金山办事处 处长傅正刚 金山湾区乔教中心主任吴玉华 副主任苏尚杰 乔务委员林贵湘 沈慧叶云和 以及金宝市市长瓦特曼等 八百位乔包贵宾到场聆听 节目一开始 主办单位北加州工商会 先安排用宽灯片 介绍院童们的生活作息 也让大家了解 非洲阿弥陀佛关怀中心的院童 如何学习中华文化以及语言 所以它我们所展现的是台湾心中华情 台湾以爱为心 中华以人为情 这个爱其实是充沛在天地之间 随后十九位院童们马上带来 西州歌舞舞台剧 迎弟子归 以及演唱国台语歌曲 爱拼这一名 台北的天空 浪主的心情 与酒肝 汤卫博等等 这次的慈善活动是由北加州主办 那有这种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发扬中华文化 第二个就是要让台湾人的爱飞跃到美国来发扬光大 乔务委员林贵湘与乔包蔡秀美 分别捐赠一万余五千美元 给非洲阿弥陀佛关怀中心表达爱心 最后众人也一起大合唱感恩的心 向广大助养的人传达感恩情谊 感谢他们的关怀支持 让非洲孤儿能够得以有温饱与受教育的机会 台湾知识黄本出 美国圣河西采访报道